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大家談 我是扶搖 隨著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激增 房地產危機加深 週二 國際信用平等機構穆迪發表報告 雖然維持中共政府信用評級 也就是主權債務現代評級為A1 但是將其評級展榜從穩定降到負面 這意味著目的未來將考慮調降中國的現代評級 對此 中共急忙反駁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持續恢復向好 房地產和地方政府風險可控 還提到所謂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等等 說目的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 財政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 但是 中共似乎無法安撫外界的情緒 對目的下調中共的信用評級展望 國際社會是一片嘩然 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嘉賓 一位是時事評論員 資深政經分析師秦鵬先生 另一位是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青先生 來就此事進行深度討論 好的 首先請問李恆青先生 穆迪這一次針對評定的政府信用 也就是主權債務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這個指標的展望評級被下調又意味著什麼呢 它因為有很多的factor 它有些standard factor 然後這個評級主要是針對現在的貨幣供應量 債務總數 債務的余額 然後還有它現在經濟發展的狀況 有多少可能性去償還債務 也就是跟我們平時做的那個risk analysis 實際上呢 現在評級公司呢 有三個就是國際接受的 就是Moodie Standard & Poor 還有那個Phaser 然後它有很多的factor 應該是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當然針對的 這其中作為中國來說 目前來說這個政治風險肯定是在裡頭 它的加權的那個數字會比較大 好的 謝謝李恒青先生 秦茂先生 穆迪在聲明中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呢 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負債累累 中共將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財政的支持 而這對於中國的財政 經濟和機構實力 構成廣泛風險 這個廣泛風險包括哪些方面呢 它這個這次的評級啊 它主要是我們叫做展望 是個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它目前呢 是保持現有的AE的這樣一個評級 但是呢對未來 它認為說中期的這個經濟發展 或者呢是可能造成的一些 這種道德風險 經濟風險 各方面來講的話 都可能會對經濟造成一些破壞 進一步呢就會影響到這個債務的 這樣的一個風險 所以它大概的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麼它提到呢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房地產的這樣的一個衰退 對吧 那麼它導致呢 就是地方政府地方債在提高 同時呢我們也看到說 因為賣地 就是說這叫土地財政 這個呢是構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的 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的 這樣的一個這種支出的來源 但是呢在目前的這樣的一個 這種經濟形勢下 這個房地產整體衰退的形勢下 這就導致說 整個地方政府賣地賣不動了 而現有的積累的 這麼龐大的一個地方債 它又得再去借心還救 這一步要去維持 所以呢這種情況下就導致說 中國政府 東央政府 就不得不呢通過 騰挪轉讓 通過各種各樣的這種方式的話呢 去給這個地方政府出血 所以這個就帶來一個問題 它說可能會影響到 經濟的其他的方面 這一步呢它就會破壞整個經濟 現有的這樣的一個正常運轉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說 在2008年之後 中國經濟為什麼會出大問題 大家都會把和這個四萬億聯繫在一起 因為這個就相當於破壞了原有的這個 以說三大這種經濟體 經濟類型 這個外企 國企 還有這個民企 而2008年這個四萬億 就是說地方政府呢是做大 它的這個地方債做大 這種承投公司做大 這個整個破壞了整個經濟的這樣的一個 這種結構 導致呢說 後來第一步擴大成了這叫國際民退 那現有情況下的話 如果中國政府進一步的在這個方面去努力 那麼它就會本身是很多脆弱的 這樣一個財務狀況 就會進一步惡化 而且呢會擴大整個政府的這種 债務結構 對吧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目的它並不是針對中國的 因為前段時間 它也針對美國搞了一次這個信用評級的 這樣的一個我們說警告 對吧 所以這個當時讓美國政府也有點下不來 但是呢 它這也代表著它的這種客觀性 那麼 也就是說它認為說 你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中國政府如果說 為了解救房地產 為了解救地方政府的這樣的一個 這種債務危機 財政開支危機 所以它就不得不做很多事情 是破壞現有的這樣的一個這種狀況 會進一步的惡化未來 中國經濟的這種前景發展 所以這個是它給出來的這樣一個主要的理由 是 地方債累累啊 背後的主因是不是房地產爆雷呢 您覺得 我們知道中國房地產爆雷是難解的一個大題 那接下來如果說還會這樣持續發展下去 那國外的這些評級機構 對於中國的信譽降級會是持續性 或者說是長久性的 這個不是 現有情況下的話 它其實並沒有對這個就是 中國政府的這個主權債務的評級進行調降 2017年的時候它實際上是調降了一次 而就是變成了現在的A1 而現有情況下展望 我們說這種悲觀的展望 負面展望之後的話 它有可能未來真的是會對中國經濟的這個主權債務評級 進行直接降下來 這個實際上中國政府這一次反應這麼 我們說比較強烈 它原因就很擔心的是 未來不僅僅是負面展望 很可能會把它的債務 緊急給降下來 這個實際上會更可怕 因為一旦降下來之後 那麼外來的投資 外來的這個這些資本 現有的資本等等來講 就是外來的減少 然後呢在中國的它會往家族外逃 這個另外呢 很多的這樣的一些 我們說 債權人 對吧 它就不太可能說 再借給中國這個錢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會造成很多 後邊的一序列的這種影響 所以這個呢是會 可能造成的結果 那麼現有情況下的話 它每一年 它會根據現有的情況 進行一次的這種重新評估 然後進一步再去考慮說 我是保持這種負面的展望的 還是說是直接給中國降級 這個呢實際上是中國政府擔心的 實際上我認為說 作為類似目的這樣的一些機構來說 它其實這次給中國這種負面甚至降級的 這樣一個做法它已經太晚了 因為如果說了解中國政府的這樣的一個 目前的國內外的經濟形勢的話 它早在去年 甚至至少在今年上半年 它就應該給中國政府有一個這種 負面展望或者降級了 對吧 因為很明顯那個時候的話 這個進出口製造 還有這個消費整個是全面下滑的 外界所預期的就是疫情之後的一個 全面的反彈和恢復 那完全是一個這種空中樓格 是一個這種不存在的一個泡沫 作為說這種非常權威的這樣一個機構 它遲遲的沒有做出這樣一個評級 我相信不完全是專業度問題 它很大一個程度上恐怕因為在中國的 你參與到中國業務的這些公司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受到中國政府的 這樣的一個壓力的 所以這一次它到了今年年底 它才做出這樣的一個負面展望出來 其實我認為它這個過程中很大一個程度上 是受到了一個政治壓力 拖延到了現在 但是呢接下去 它畢竟它得為全球的這些投資者負責任 對吧 因為它這樣的報告出來之後 它要給大家看的 你如果做的很tuck 或者它實施的沒有任何的那種反應來講 它就會被認為說你這個type專業了 或者你這個以後相關的東西 這種可信度 那麼是要打折扣的 所以它不得不做的時候 那麼接下去 隨著這麼去再進一步的發展 未來有可能會對中國 做出可能更加悲觀的這種展望 或者是評級 謝謝金默先生 李龍靖先生 目的表示說 下條這評級展望 反映出中國的經濟 將會有一個結構性的轉變 中期增長動力放慢 內地樓市持續收縮的風險提高 但是中共那邊反駁了說 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風險是可控的 還提到這個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等等 您是怎麼看中共的反駁是否有利呢 我想中國政府在應對現在的財政的危機 應該說它的政策也是在不斷的變化 我們還記得在年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時的財政部長劉昆 就出來專門講 應對地方政府債務 那時候的辦法是什麼 是誰家孩子自己抱回去 對吧 那時候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管 中央政府不管你們自己借的債 你們自己要還的 你們別想著說你們把錢花了 然後拿到中央來最後在這哭窮 然後就讓我們逼著中央來還錢 當時目的是這樣的 說的也是非常的狠 所以那時候重點就指 像包括貴州、雲南 財政的虧空巨大的城市 這個省份 所以提出來這種做法 後來呢 就發現這個自己抱回去就得餓死 然後這個確實是沒辦法養 他那個能力確實到了枯竭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剛才秦鵬已經講了 這個很多的這個省市 就是他的土地財政 收入呢 佔到40% 甚至有的高呢 高到70% 就是基本上依靠的土地財政 那就是你只有賣地才有錢花 沒不賣地呢 就沒辦法花了 那所以在這種大的前提下 那要想把這個救債再還下去 還要保證運行 那這個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呢自己抱回去這孩子肯定養死了 養死了以後呢 地方政府死了 中央政府也活不了 所以現在呢 這個進行了一些調整 那現在叫什麼 就是要去救 要去救呢 這個從李克強的後期 一直到這個李強的前期呢 採取的辦法 那都是一樣的 就是給政策 給政策 讓你大家呢 去舉債 你想辦法去舉債 因為現在政府沒什麼信用 你的很多已經有政府債 這個default了 到期了不能還本付息 所以現在呢 新的債權人啊 在審查 是不是要購買這個債券的時候 會非常的謹慎 甚至呢 就是拒絕買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大的前提下 他想通過舉債的辦法 解決未來的這個資金運行 這個壓力呢 越來越大 所以這回啊 這個這個目的 這個給中國這個主權債啊 然後呢 給他呢 降低他的預期 所以這一點呢 就是壓力會非常的大 因為他會使得未來的新的舉債啊 會越來越困難 另外呢 城北越來越高 那你想去買你的債呢 那肯定要加息 或者要加貼金率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呢 對中國政府在未來舉債 壓力越來越大 而中國政府目前來看 中國政府目前來看 這個只有通過舉債 從金融手續 就是金融的手段來說 只有靠舉債這一條 其他的金融手段 現在已經不好用了 已經不好用了 那除非就是下一步 就直接印錢了 印錢也是投鼠計器 因為呢 現在有大量的這個中國呢 非常低收入低淨值的 這些老百姓 如果你要再印錢 那可能這些人就 就要餓死了 所以在這樣的壓力情況下 這就是中央政府 現在難度越來越大 那現在怎麼辦呢 財政部這個負責人 出來這個回答記者提問呢 來闡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所提到的 無非是我們都洗精 耳熟能詳的那些詞 第一個中國經濟韧性十足 這個是咱們老聽的 另外一個呢 中國現在呢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 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那就包括是什麼呢 包括這個奇穩向好 然後後續就是永遠向好 對吧 如果要真的是這樣的話 用不著著急啊 用不著著急 對吧 所以呢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實際上是 他們特別怕在不斷的降級 而且會後續會不斷的下調 為什麼呢 因為下調不是說自己 說是不是有這個地緣政治因素 並不是這樣的 剛才秦鵬也已經講到了 美國 因為前一段時間差一點 這個政府停擺 目的 這個也給美國政府發了警告 說你要再這麼下去了以後 那我們可能就要給你降級了 一旦降級 美國政府債啊 咱們那個treasurer bill 馬上就就漲價了 對吧 那個interest那利息啊 馬上就漲價了 所以呢 成本就提高了嘛 對吧 所以呢這個政府債呢 會是一個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一個國家的這個 政府運行的健康與否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指標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呢 應該說 現在呢就是國際社會 對中國政府的運行 運營它的財政 稅收 經濟 這個能力呢 實際上是持懷疑的態度 所以現在說 未來的展望 現在呢 降低成負面了 是 我們知道目的的這份報告 它其中有一部分 是要給海外的投資人看的 在本來就已經遭遇了外資撤離的情況下 那這番評級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肯定就是加速撤資 這個從過去呢撤資 這個過去的資產呢 一般在存在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呢 就是投資在一個實業上 或者是這個高科技這種產業上 再投資在產業上 另外一個呢就是在金融領域 金融領域呢它通過比如說 通過這個這個債券啊 通過這個股票啊 通過基金啊 通過這個叫Trust 這一塊呢信託 然後呢進入到中國的這個資本市場 所以呢現在來看啊 這兩方面呢全在撤 全在撤 第一個呢投資在這個金融領域的 這都是活錢 那呢就是可以隨時拿走 但是現在呢這塊呢也是在撤資了 另外一個呢就投資在固定資產上呢 或者是在這個高科技產業上呢 也是在不斷的在撤資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外資流出中國 有一些這個產業鏈供應鏈 隨之流出中國 這個過程呢實際上呢 在隨著目的的這個這個把這個指數呢 現在開始進行觀望 然後變成調整了複數了以後呢 那會對他們的投資的信心呢 會更加受到打壓 所以我想呢 這會加速大家撤出的這個速度 是 從地方債務高著到引發一場波及全民的金融海嘯 這是否會有一個必然的發展過程 然後中間會經歷哪些環節 我們現在已經到哪一步了 您能說說嗎 呃 我的基本的觀察呢 是這樣 現在呢 因為現在呢 中國政府呢 從中央到地方呢 現在運行啊 運營這一塊呢 都出現了困難 就是說呢 這個財政收入啊 要跟支出呢 我們最好的狀態是收支相抵 但是現在呢 明白的是入不付出 現在 而且呢 這種入不付出的這個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呢 稅收啊 和各種各樣的費啊 這個拿回來的錢呢 是越來越少 而這個用量呢 卻越來越大 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哈 已經有很多的省市自治區啊 這個運營起來都非常困難 舉個典型的例子 就是工資 很多的地方呢 工資現在降薪 或者是這個叫做持發工資 有的持發了三年 持發了三年 降薪呢 也是非常大的比例 有的這個崗位津貼一半以上被拿掉了 所以呢 這些呢 就表現的非常突出 這可是國家公務員部分啊 這不是說這個企業部分 公務員都拿不出工資 現在有的地方 甚至連看監獄的警察都在降薪 或者是停發工資 那我想那是不是犯人就可以到街上來游動了 對吧 所以呢 這個呢 是一個另外一個表現呢 現在很多的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現在被削減了 你比如說很多的省市啊 出現了公交車停擺 原來呢 那公交車是靠財政 本身公交車呢 就是一個財政服務的 你收了那麼多的錢 然後呢 你也給當地老百姓一些財政的補貼 然後讓公交車來運行 這都是正常的 對吧 每個政府啊 各國的政府都是一樣的 最後政府呢 現在拿不出錢來補貼了 補貼這個公交車的服務 最後怎麼辦呢 那就取 先是取消一些線路 後來慢慢的線路 線路也別取消了 因為什麼一的一分錢都拿不出來了 那怎麼辦呢 就乾脆就停使了 對吧 蘭州就典型的 現在什麼這個廣州市的周邊的郊區 也都停使了好幾次 對吧 另外一個呢 像這個供暖 現在已經開始在尤其是東北 供暖季早就上來了 供暖呢 那現在呢 從去年開始就出來 出現的是供暖費 供暖費供不上 這都是財政出的錢啊 我們都交稅了 你當然要給我供暖 何況老百姓還在給你交這個供暖 供暖的錢 結果呢 現在呢 就出現了供暖的這個煤啊 電啊 這個用力不足啊 那怎麼辦呢 就是明明原來應該是燒到這個24度 現在給你燒個15度 對吧 這個供暖的這個水就到這了 對吧 燒不下去了 冷那就只能忍著 所以呢 像這樣的事情 現在是非常的多了 非常的多 那舉個典型 還有一個例子啊 這是我朋友剛從這個黑龍江回來的 這個前幾天呢 大家你可能看到那個李強到黑龍江去考察 結果黑龍江呢 正常下大雪 下了大雪以後啊 這哈爾濱呢 哈爾濱市 蠶雪的人沒了 為什麼呢 去年蠶雪的那個錢啊 政府還沒給呢 還打著白條子呢 政府不是說不認賬啊 政府認賬 沒錢給 那怎麼辦 打著白條子 現在再讓大家去蠶雪公司去蠶雪啊 不去了 為什麼人說啊 你得拿現金 你拿現金來 我才能給你蠶雪啊 咱們那個這個我們要做會計叫COD 對吧 你得現金讓我看見了才給你蠶 那弄得政府很很沒很沒 不是不講沒面子了 沒辦法 最後怎麼辦 最後就研究了研究了李強總理要去的那個路線 就把李強總理走的路線啊 那就是蠶了 蠶得乾乾淨淨的 邊上的那街道啊什麼的 一一橋都沒下 一橋都沒下 所以你就可以想啊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政府財政啊 根本就沒有辦法來支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相信啊未來這個只有靠 我剛才講只有一個金融工具還可以用 目前看就是舉債 他舉債了以後用舉債的錢借你的錢來 把這個運行啊開起來 把它運行開起來 然後呢通過展期的辦法呢 把過去的舊債能夠延續下去 但是這個事情能用多長時間呢 很難說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借債的時候啊 現在的這些官員借債時候根本就不想還了 根本就不想還了 所以呢他現在的這個 這種方式呢 就是你給我多高利息我都會借 為什麼等著米下鍋呢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大的前提下 我相信這些債權人或者潛在的債權人 也會很快看到這個看清這個實質 那如果是這樣 你就想你換位思考嘛 你準備買他的債券的時候 當你知道他是根本就沒想還 你還敢買嗎 對吧 所以我想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 但是政府也有辦法啊 政府還有辦法 在過去的那些封建王朝當中也用過很多的辦法 那是什麼呢 就是橫征暴臉 橫征暴臉 那就是什麼呀 就直接搶了 為什麼 因為地方政府沒有權力印錢 我相信你 你要給他全力印錢 他敢天天晚上開著印鈔機在那印 對吧 他現在好在是還沒有給到袋呢 但是你想 當這個政府走到了絕境的時候 他什麼時候都會來 你就看看過去滅亡前的那些政府 最後呢都是這種辦法 所以我們會拭目以待 這些怪招 您會以後會有更多的會見識到 好的 謝謝李先生 在為目的下調了評級之後 12月5號當天 大陸A股的三大指數 戶指、伸指和創指 開盤後都是持續走低 一直到收盤 那戶指是再次跌破了3000點的大關 收盤是2972.30點 這也是戶指時隔一個半月之後 再度失守3000點 那此外呢 深指創指跌幅都是將近2% 而這一次 3000點的大關是破得靜悄悄的 沒什麼人提什麼保衛戰之類的話了 當天 中共官方證監會黨委書記 主席易惠滿又接受官媒的採訪 聲稱資本市場在整個金融市場中 體量不算大 並稱要維護資本市場穩定運行等等 秦鋒先生 為什麼股市還是沒能守住這3000點的大關啊 首先說的話呢 就是股市要保住這麼多點的話 它其實是需要幾塊資金能夠去穩住的 因為大家得來交易對吧 買的越多然後交易的越多 當然這個股市的這個價格就不斷地去上漲 這是正常的一個這種經濟運行 當然在中國的這個股市的這個多少點的話 其實有關的部門 它可以讓自己的這個基金公司 對吧去買一些這種成分 把這個這種指數給它拉起來 但不管怎麼樣的話呢 它這個經濟 它的股市要蓬勃發展 它的這幾塊錢得進來 第一個呢 是普通的這個股民的錢 這個呢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 更大的一個比例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是這些機構的錢 我們主要呢是指這個國內機構 這裡邊呢有相當大的部分呢 實際上是跟中國政府相關的 對吧 我們說地方的這些這個機構的也好 還是說是國家的這樣的一些機構的 經常籠統的來講呢 那中國政府其實都能影響到的 這個呢叫做這個國家隊 或者呢有的時候來講呢 這些大的這些機構呢 也是被稱為是主力基金 還有一部分呢實際上就是這個 國外基金 有的時候被稱為叫北上基金 那麼現在呢這一塊其實大家都在撤 中國的股民現在大家也是心良透了 這是一方面對吧 看到了這個經濟各方股市 在不斷的下接 那麼當然大家都沒有信心了 也繼續在裡邊都是賠錢的 所以很多人跑了 當然一個原因的話我相信 也可能是在其他的領域是沒錢的 比如說是房地產或者是企業 或者是個人其他的這種財政危機 要去挽救 所以呢這些人跑了 那那一部分人呢實際上也在跑 而外方所一直鼓吹的實際上也是這部分人 就是呢這個外子 那我們看到這個北上基金在不斷的往外跑 但事實上呢真正的這個大家如果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呢中國的這些國家隊也在跑 就是就是它這個主力基金 你看它那個實際上跑的這個比例 跑這個數量 它比這個北上基金就是所謂的外資相關的這個 這個基金的話呢它還要多 這個代表著什麼呢 其實大家整體都是看衰這個股市的 而且呢包括這個國家隊 所以其實他們有信息 他們要有這種我們說 維護國有資產分之保值的這樣的一個政治人 那麼我有信息 我又可以影響政策 我幹嘛我自己不賺錢呢 對吧 所以其實他們是可以聯手做很多事情的 所以在中國 你的股市的這種混亂 這種黑暗 其實跟這個國家隊是極大關係的 2015年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國家隊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在裡邊去打盤 去拉高打盤 但後來的時候 他們就在裡邊是各種各樣的 各個其他機構的或者普通股民的這個韭菜 所以中國的這個股市跟他們其實極大相關 那麼現在這個情況下說 這個議會滿出來給大家打信心 對吧 說我們股市如何如何要去確保這個穩定 他們當然給了好多這個響亮的口號 對吧 要抓這個什麼主業 然後要如何如何的 對吧 但是你說實話 沒有這個具體的措施 你比如說他這裡邊還提到說 抓主業 你怎麼抓人家的這個主業 這些主業 你看看張志公司哪個掙錢 好多人是靠父業 原來是靠賣套房子掙錢 對吧 他上了市之後 他就沒打算去掙錢 因為他上了市把這個全圈抖了 他就達到目的了 這是中國股市的一個特點 別的家的別的國家股市其實是靠長期的 這樣的一個實際的發展 然後就靠股票靠股市不斷增值 中國股市這幫上了市之後 然後套現了就算完成任務了 對 李恒星先生應該很清楚 對吧 他當時是有三大目的 第一個是為了救國有企業 那些國有企業沒錢了要爛掉了 那怎麼辦呢 把他放到股市去讓這些普通老百姓 掏錢養著他吧 對吧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為了救金融企業 金融企業也是也是黨產 對吧 這些這個金融機構 這些銀行 你不能讓這些企業 都把這個銀行給掏空了 而且銀行本身也可以上市 所以呢 他為了救這個銀行 第三個呢 後來發展了 他變成了一個這種政策制定者 還有相關的機構 還有權貴等等 等等這樣的一個這種 集體分贓的這麼一個 這種屠宰場 對吧 你割韭菜的這麼一個場所 他不是為了說 像正常股市裡邊 讓普通這些投資者賺錢的 他是為了讓發行者賺錢 讓這些企業賺錢 讓背後的這些 我們說老闆們 這些權貴們賺錢 李洋青先生您覺得 現在議會滿出來表態 都已經很難救股市了 在您看來中國的股市 要靠什麼來救呢 股市 股市應該靠經濟發展 股市呢 如果你投資一個 它就像投資企業一樣 我把這個錢呢 投資在這個企業裡頭 我就買你的股票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企業呢 老賺錢 那你說我這個股票 是不是會升值呢 至少會保值 不會貶值 對吧 因為呢 實在不行了以後 我就分你這個企業 因為我是按比例的去 買了你的股票的 這個這個企業的這個產權 對不對 這就是股票嘛 那所以呢 說最後這個企業呢 在蒸蒸日上不斷的 這個發展 掙錢 那你的股票自然就上來了 對吧 所以老說呢 一個國家的股市呢 它反映兩個東西 一個呢 是整個國家社會的 經濟繁榮的程度 另外一個呢 反映了個別的企業 每一個企業的經營狀況 但是中國呢 就真的是個特例 中國的經濟呢 既不反映股票 這個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 也不反映這個 單個企業的經營發展 它反映什麼呢 它反映莊家的意願 就跟剛才那個 秦鵬已經講了 莊家的意願 莊家現在說 我準備拿這一支股票來做莊 哎 然後呢 我準備割韭菜 我就一塊往那頭砸錢 抬高股價 抬高了以後呢 我呢 趁機把它賣掉 賣掉了以後 這個時候我把錢撈走了 誰留在那呢 韭菜們 對吧 那些接盤俠們 就都留在那 這個他每次都這樣 關鍵是每次都這樣 從有了股市二十多年前 有了股市以後 就一直就沒變過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權貴人不要變 其實普通老百姓 普通股民是早就希望他變了 對吧 他應該變成一個講規則 守秩序的一個自由市場的 又有法治的這樣的一個資本市場 那才能夠保證他的長期持久的繁榮 哎 但是呢 他不 他不這麼做 所以呢 剛才這個秦鵬已經講到了 說這個造假 那就是瑞欣嘛 瑞欣造假 造假了以後 用這個假的虚假的財務報告 哎 憑空弄出來好幾十億的銷售收入 就寫啊 直接寫銷售收入 多加幾個零就行了 對吧 哎 他就敢弄 弄完了以後 抓住了 被美國證監會給他停牌了 停牌了以後 回到中國呢以後呢 這個證監會一審核 嗯 說您這多加了幾個零 怎麼辦 罰款五十萬 罰了五十萬 可是股民可慘透了 對吧 他因為他股票一下就跌成零了 都被摘牌了 對吧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割韭菜啊 割的就是你的韭菜 所以說中國的股市啊 他一直就是這個樣子 他最核心的 你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 不解決這些問題 那就不會是一個健康的一個市場 一個健康的資本市場 但是一旦解決了這些問題 那那些想興風作浪 割別人韭菜的那些權貴們 他們就沒有施展的掙錢的機會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矛盾 對吧 所以像一滿會啊 這議會滿啊 像他們和原來的那個時候 這個2015年 那個時候的那一次股災 那時候呢 他還不是這個證監會的主席呢 但是那個時候真正推動這個股災產生的過程啊 就是習近平和李克強兩個人幹的 就是他們兩個人幹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正好我第一次回到中國啊 我第一次回去的時候 我就觀察每天在看啊股市 那個時候這個當時我記得四月份的時候 四千多點 那時候看到這個李克強就說嘛 發表講話就說呢 現在大家都跑步入場 跑步入場 所以呢就是想呢 因為這馬上要掙錢了 對吧掙錢了 你要是不進場 也就是掙不到錢嘛 對吧 從2800點已經漲到4000多點了 所以大家都跑步入場 這是穿梭大家進去 習近平更惡 習近平說上證指數會漲到1萬點 你要從4000多點漲到1萬點 那你買什麼都得翻一翻呢 所以這時候呢 很多毫無政權交易經驗的 或者政權交易理論的知識的那些人啊 最後呢 把自己的所有的銀行儲蓄拿出來 投入股市 甚至去借錢 因為想到了馬上就要翻翻了 我投資就翻翻了 那我借錢也敢放啊 對吧 結果就進去了以後 過了兩個月就打成圓形了 對吧 一下就掉下來了 掉回去又掉到2800點 對吧 又這樣掉到那了 那你想 從6000多點的高位 到6月份的時候 6000多點高位 一下打到腰斩還多 那那些錢都是誰的 都是中間的股民的 中間的股民全死在那了 但是這裡頭真正損失最大的 實際上作為政府來應該考慮的 反思的是什麼 是失去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失去了民眾對整個股票市場的信任 這一點才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大家對這個自由市場經濟有信任 對於這個這個社會的法治系統有信任 它經濟就有可能復甦 但是中國現在啊 缺的就是這兩個東西 所以你說我老說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復甦 為什麼你不見這兩個東西 你去搞什麼 搞了那些花里胡哨的東西 你搞多少都沒有用 搞多少都沒有用 真正不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他說什麼 剛才咱們談到的 說現在這個奇穩向好啊 持續動力有這個強勁的動力啊 那些都是怎麼樣 吃人說夢 為什麼 真正核心的問題你不解決 而且他們並不是不知道 就我自己都講了多少 多長的時間多少次了 對吧 還有很多的這個經濟學者 都講的相似的這個問題 哎 他們就是不做 為什麼 他們也深知 做不了 真的做不了 那時候國家安全部的人給我寫信 就說李老師您講的挺好 但是呢 我們做不了 中央領導都說了 做不了 為什麼 實際上就是這麼做了 中國呀 還真就逐漸的走向了民主和法治了 這麼做了 對吧 因為你要有自由市場 要有法治 這個法治 法治不是專門治我們普通老百姓的 對吧 法治是連皇上一塊治的 那才是 你在美國這兒 你說這個拜登總統 或者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都進去 這個這個去被弄到塊兒去了 對不對 這個這個 這個拜登總統的這個自己和兒子 都有可能最後去塊兒了 對吧 像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這個叫法律面前 實際上是人人平等的 所以一旦走成這個樣子 共產黨 那它就很難存在了 他說他要想黨領導一切就很難做到 針對如今中國規模高達2.9萬億美元的信託行業 又警告投資人說 中國的許多信託公司是深陷困境 資本償付能力可能面臨風險 齊鵬先生我們知道 傑森先生 是之前預警過中國的小型銀行面臨資金短缺 然後就聲明確起 那如今他又給了一個新提醒 讓人擔憂 中國的信託公司的風險究竟是有多大 在您看來 如果說信託行業爆雷 這個後續影響會體現在哪些方面 對中國信託呢整個行業的規模有多大呢 在官方的這個數字對吧 它因為它有信託行業的一個協會 在2023年一季度末的時候 它的餘額是21.2萬億的這個錢 對吧 也相當於整個這種 現在規模大概10% 但是這個萬億級來講 那實際上也是個很大很可怕的一個規模 嗯 那麼他說的呢這個數字很嚇人的 他是研究了中國的55家的這個 已經發布了2022年財務報表的這個信託公司 然後呢給出來結論說 14家的這個不良資產 或者是有問題的資產的話 這個規模有多大呢 都超過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四分之一的這個信託企業出現了大問題 而且呢就是不良資產超過了三分之一 這個你20多萬億你要這麼去算的話 這個至少大幾萬億的這個錢是出了問題的 那麼這個就很麻煩對吧 而且呢實際上我們也知道這個信託呢 它和這個房地產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信託業呢也被稱為叫銀子銀行 它相當於呢是把賣信託產品 把那些從有錢人那拿到了這個錢之後 再把這個錢投到其他的這些不同的領域 所謂的叫底層資產 對吧 其中的一大塊就投到了這個房地產方面 那麼在2019年的二季度末的時候 投到房地產的這個沒有到期的這個信託的基金 有多大規模呢是接近三萬億 叫2.93萬億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過去在中融信託 對吧出問題了 像這個它涉及到了什麼這種恒大呀 還有什麼等等 家兆業呀 融創啊等等這些房地產公司 十二幾十個都踩上雷了 那麼其他的這些其實也有問題 雖然呢我們比如說我們知道說這個中融信託出出問題之後 有幾家公司就趕快跑出來辟謠 什麼叫光大 還有呢是五礦以及呢中航信託 這三家信託公司出來辟謠說啊我們沒問題 因為全面的人知道的人說他們也出問題了 結果呢前幾天其實還有這個叫這個平安銀行的 他旗下的一次發行了一些這個信託 結果呢也被認為說是41個出了問題 然後呢清算了四支 最后37支大概102億的這個錢也沒有張錄 所以那些這個投資人或者叫苦主們 也在跟深圳市政府 在去寫信去告狀去要去解決問題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沒有都沒有解決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這個信託企業其實已經出問題了 包括最新的我們看到中國 媒體自己都報出來叫做外向信託 這是一個很大的這個中國民企背景的 但是這麼大做金融的都是有這個叫政治背景的 對吧大家都懂 他外向信託也出問題了 所以你光舉出來這個例子的話 這可能就有六七家了這樣的一個信託公司 所以你說這個行業它到底有沒有問題 當然就有問題了 那麼這個整個這個要炸掉之後 這個炸掉個幾萬億 那麼相應的來講會多少人的有錢人會被炸掉 多少的這個相關的企業會被炸掉 因為有些是上市公司賣信託呀 比如中融信託出問題的時候的話 有16家上市公司它的這個錢也收不回來了 所以你說這個當然就會引發整個這種金融的這塊地震 它在很多的這種領域個人消費以及這些企業 各方面面都會引大很大影響 所以這個呢也是為什麼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然後再看這個國際上引發了很大的一個震動的一個原因 謝謝秦鵬先生 彭博社報導說中國的信託業的營運監管是比銀行少的 那麼幾乎是佔了中國貸款總額的10% 李洋奇先生我想問一下 長期以來信託業一直是中國房地產開發商 獲取融資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那這一支雙響炮也就是房地產爆雷加上信託爆雷 一旦點燃了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 肯定是後果很嚴重嘛就是在就是要雪上加霜 實際上現在呢因為剛才秦鵬講的它的結構 現在信託呢因為為什麼要大量的投資到房地產 因為在過去啊房地產賺錢啊 房地產都是被他們編織了一個一個泡沫 對吧 說這個地方是個日波樂產業 對吧 永遠也不是都是剛需永遠會有需求 所以呢投資進去肯定掙錢 那我當然我我最後把募集到的資金我投資進去了以後 那自然就會躺著回家躺著做著夢就數錢了 對吧 但是呢事與願違 所以現在呢應該說啊 現在叫做這個酒漏偏逢連陰雨 現在是一步一步跟著一步 所以這個就是反映出來中國經濟現在的一個現狀 我說它現在根本不是什麼這個在過去幾年啊 我一直在講中國現在不行了不行了 他們說我唱衰哈但實際上不是 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崩塌的前夜 現在就是在崩塌 現在這個牆上的這個泥啊一塊一塊都在往下掉 而且在加速 現在你可以看到哈說銀行業受壓了 現在房地產連續的這個崩盤 崩盤爆雷現在開始把恒大弄去 弄去準備要出庭了 要準備清產了 對吧 像這些一連串的再加上現在信託 還有私募基金各方面的一連串全都來了 你看吧後續就是什麼呀 就是滾滾雷聲一個一個的這個這個雷啊都會來 最後就應了一句話就是出來混啊遲早都得還 只是時候沒到現在時候已經到了 好的 非常感謝兩位嘉賓的精彩點評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接著聊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